現在輪到我要去找工作 要賺一點錢養家 你要說監裁會去找什麼樣的工作 他不監裁我就沒有收入了 所以他一定要找到工作 你其實有跟你說他下一步的規劃 一定要找工作不然怎麼辦 醫生啊 看哪個地方有門診缺醫生的 缺錢就多跑幾家 可以開診嗎 不要啦 這給人家顧比較簡單 會比較想去哪一間醫院 要找才知道 好啦好啦找工作 感謝陳佩琪醫師還有包括他的團隊 還有相關的院外門診部 在過去 在協助衛生局推動這些計畫上面的努力 他的一個退休程序我們都照相關的流程來走 那目前還沒有走到衛生局這邊來 每一個員工 對台北市政府而言都是資產 他的提早退休 都提早離開職場 都是我們覺得可惜的 如果他還有能力 來繼續貢獻在我們台北市的醫療服務 公共衛生 我們都會希望這樣的台北市府的員工 都能夠還是繼續留在戰場上 我們一起來努力 聯合醫院這邊會做我們的評估 那該衛留就衛留 那如果衛留不成 也要尊重個人的生涯的一個規劃 謝謝大家